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看一字多语的玄妙 像ask很简单 就是问 提出问题 Do you want to ask me any questions? 可是它还有别的意思 比如说 May I ask a favor? 我可以请你帮个忙吗? 请求 请求跟问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有时候 从请求的意思 我们还是把它分成 或者想成 是问 不对的 现在都有些细微变化 那也可以说 是开个价 是不是打错了 是开个价钱 要多少钱? 你开个价 要价所加 开个价钱 ask 这个用的稍微少一点 然后也可以是 invite 邀请 所以我们只会用问 请求就不太会了 邀请更差一点 要价 开价 根本完全不懂 所以我们就是常常 看英文就觉得 模模糊糊的 好像是懂 非懂 常常都感觉 我们就说 这什么什么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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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方面 当然什么方面 也可以当情势 这情况是怎么样 但它还有观点 就等于view point point of view 观点 情势 观点 方面 这些倒没有差很多 可是接下来 真的是用到 像我看那么多英文 真的用到 我这边讲的 我都看过 没有一个没看过 这比例的问题 比如建筑物的方位 做南朝备 做东朝西 这方位 方位是spect 方位当然也不止这个字 但spect也当方位 所以有时候想半天 我们要写个英文 我的房子做东朝西 这个方位怎么讲 好像没学过 不是没学过 有很多字 它就有这个意思 我们不知道 我们的一字一意 它也得当外观 外貌外观 assembly 这个字 它是名词 看起来像副词 所以ly 不是百分之百副词 可能有不到一成 它不是副词 集会 assembly 集会 集会 也可以当人 集会就是一个抽象名词 像这种集会 通常不加s 集会者可以加s 有很多人 当然也可以当 我们叫做集合名词 这个复数 当作单数来用 也可以 甚至一般是 集合名词 它不加s 通常不加s 很少看到加s 当这个议会可以 你说 美国有国会 法国国会 各国的国会 然后就可以加s 可是讲单一国家 就不加 就是议会 立法机构 这都跟开会有关 另外它也可以当 机器 配备 组合 assembly 组合 这比较特殊 意思跟前面差很多 asset asset 这个字也是现在用的 反正字一定是越用越复杂 没有越用越简单 一定是意识越来越多 就像人 像我们这种年纪开始大了 一定是越老 越复杂 不会活得越老 除非精神出状况 智商退化 没有说越活越简单的 越活越复杂 想的越多 记忆的东西越多 一般我们讲资产 财产资产 可它也可以当优点 强项的优点 或者有价值 这些意思也差不多 所以我们看外国电影 尤其是军事片 尤其中央情报 及FBI 就是特工或宪明 这是两种 有时候他们叫自己的情报员 一般叫asset aget 有时候也叫asset 就是以前比较少 现在这种外国电影比较多asset 就是表示它是我的资产 或者宪明 所以我们一开始 早些年开始 说这个asset 怎么会用在这里 后来慢慢了解 就反正不管 现在米方特工 这个资产 就是军情报局 FBI的资产 资产它也不用 因为资产一般不是人 而它又把它拟人化 而是没有了一般 我们讲消化 吸收养分 吸收跟消化当然很接近 你当作同一个意思也可以 吸收养分 要消化整个吸收 我们就当作差不多的意思 可以理解 这意思不太一样 simulate 当然你要消化吸收以后才理解 慢慢延伸出了这个了解 就了解懂得理解意思 另外simulate 同化 所以它你看 意思都 这逻辑推出来 有的意思都一 完全和马牛不相挤 没有办法性关系 退不出来 也可以理解同化 而soculate 这个字也是很复杂 一般的soculate 到底什么意思啊 一般的英文程度好一点 就同志 好多意思啊 一下子也讲不太出来 一般叫联想 不是大陆电器 电脑联想 就是联想起来什么东西 可是我说 不对啊 好像看外国电影 他是 他是我的同事啊 这边没有一些同事啊 这可以加一个 同事啊 同伴啊 在一起的 soculate 没有错用 我们就讲动词啊 动词啊 联想到什么事情 soculate 也可以交朋友啊 这两个意思不一样 也可以联合起来 两家公司联论起来 两个国家联合起来 你看 这意思都不太一样 所以 如果照着三个句子 你把它当成同个意思了 那就完蛋了 这动词的部分啊 名词也可以当同伴啊 同事啊 合伙啊 这反正在一起的意思啊 但是 特别是讲 工作上啊 你不能说我的伴侣啊 我的老婆 女朋友做什么 soculate 不是 也可以当准会员 你看这个一般人 我看十个九个不知道 soculate可以当准会员啊 就不是正式 一般叫观察员啊 又可以当形容词 很多人也不知道 soculate 一般是动词嘛 也可以当名词 居然可以当形容词 你看形容词还 一再不少啊 就是联合起来的 soculate可以当形容词 联合起来的啊 合伙啊 在一起啊 这些啊 也可以准会员的 这个意思 一般人不知道 associate就是 副的啊 对美国政府啊 国际政府啊 各国政府比较了解的就是 比如说这个 associate minister associate secretary 这种叫副的啊 副部长啊 副的啊 那又翻成那个什么什么 助理啊 助理部长啊 因为他还有一个讨厌 还有一个deputy啊 deputy也是讨厌 两个意思啊 deputy一个是副的 就是西部片 deputy marshal 可以是副局 副警长 但他也可以是代理啊 代理当然用acting 就比较没问题啊 但acting又有别的意思 所以这个很讨厌 但是副的啊 副部长 副局长啊 副作 也可以当半证事的啊 这一般人更不知道 也可以当有联系的啊 所以这个数学理 太复杂了 本身这个字也是超复杂的 本身这个字 我们一般华人就不是很了解啊 猜测啊 它是责任当动词啊 猜测啊 去猜猜看啊 Zone啊 好像有人有影响啊 好像是猜测 也可以当夫妻啊 承担责任或义务 哎呦 这个 这个很多人不知道 然后采取措施 哎呦 你看意思不一样啊 然后夺取 巧取豪夺啊 事为己有啊 抢占过来 我更不知道 甚至假设 有些人可能知道 所以一般 一字多一字 它一定有一些意思 用的多一点 像猜测 用的多一点啊 假设用的多一点 再来是负起责任啊 义务啊 再来是采取措施 那至于夺取啦 装枪做事啦 多管闲事啊 这个一般人就不知道了 可这个是麻烦 你说有些东西 有些意思啊 是比较少见 可它不是不见 少见不是不见 三不五十 有时候就会出来 一出来 手边又没字典啊 就算有字典 那么多意思怎么猜啊 到底是哪一个 就很讨厌 那你说外国人 他一天到晚 讲英文什么东西 是比较好啊 他这个经验多一点 可是像我们这个是 地带式的全部 一字多一全部弄出来 所以这一字多一很重要 就慢慢看 也不用 也不用说 一定要非要 就是强记啦 记得很痛苦 也记不起来 不然就是 最好 今天看一点 过一个礼拜再看一点 就是一回声 二回声 就是最好 熟悉 经过熟悉 经过了解 就自然记住啊 不要说还没有熟悉 不了解 就因此变到最痛苦 然后这个 加一个NG的致命 不是动词加NG 变成现在分词 或者是 进行是不识 它就变成另外一个词性 叫连接词 连接词就是 可以接两个 可以接 后面可以接主句 接纸句 一般老师讲 接后面接句子 或者接纸句 其实主句也可以接 所以 在我19个频道里面 特殊的文化片里面讲 纸句 主句 两个关键不一样 一般人只有 纸句的观念 除了主句以外 后面 都纸句 后面很多人也可以接纸句 这个礼拜也搞不清楚 就连接词 假如 if 也可能形容词的证明 就是 没有 就是超越了 没什么礼貌 这个没大没小 建阅的无礼 这个意思 这句讲在这里